我们带您关心的是国民党主席选举是在15号开始要开放登记了 那么党主席吴伯雄最近呢跟马英九见面来商谈哦 据了解马英九登记参加党主席的几率大概已经是99%了哦 那么至于吴伯雄接下来怎么办呢 他的去路如何 那么党政高层正在研究是不是要增设一个荣誉党主席 不过未来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几年之内呢 国民党他们的两岸事务还是由吴伯雄代表马英九赴大陆出席 那么也有党内人士近日呢再次运作说 是不是让吴伯雄把他推上去当副总统取代 已经罹患肺腺癌的肖万长 不过府方人士说其实马英九他是充分信任 肖万长也确信他的工作能力 目前并没有打算换掉肖万长